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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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論 其道甚大 益的道理是甚大 百物不廢 萬事萬物 都是不會 違背益的道理 最後那句 句以忠詞 其要無咎 此謂益之道 由此至終 都戒慎恐懼 警惕著自己 不要鬆懈 不要掉以輕心 這樣 就可以無咎 避免災難 這個就是 逆的要字 有些人是這樣理解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就會不錯了 就可以避免災難 不是這樣的 避免災難 不是因為不做就可以避免災難 因為你不做而招致更大的災難 易經主要是說機 機的意思是 你應該做的時候就要做 應該不做的時候就不做 如果應當行動的時候 你不去行動 就錯失良機了 錯失良機之後 再要行動就會 視倍功半 視頻 替元智 便宜 益智 和中榮 如何連起上來呢 中榮 這樣說 至誠之度可以 前支 各家將興必有正常,各家將亡必有妖業,見乎私歸,動乎四體,和福將至善必先知知,不善必先知知,故知誠如神。 為何可以做到成呢?成是什麽狀態呢?成者不免而終,不思而得。 我們通過占卜,就是將我們的主觀的想法去除,如果我們參考掛詞、咬詞,他們會提醒我們一些我們沒有預先想過的問題,我們就會減少主觀的推測、抑達。 因此通過占卜這個程序,是可以幫助我們除去我們的主觀想法。 如何使用占卜呢? 既下傳第八章這樣說。 亦知為書也不可圓,為道也屢遷。 不可為典要,為變所識。 我們不要將易經視為一種千篇一律,一成不變的命令。 唯有因應變化,才能夠適當應用。 能夠做到因應變化,適當這樣運用。 就是要在實際生活裏,感受生活,感受周圍的環境變化。 既下傳第八章,為曰:「臉潔通書,聖第四。」 直言不動者誠也,敢而說通者誠也,直言不動是指心裏面畢生動念,不去做憶測推度,純然去感受自己和外界的事物。 敢而說通者,神也,在這個感應裏面,能夠通達,對事理的通達,就是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機也,在這個變化裏面,還未曾形成,在形成與未形成之間,那個就是機了, 成、神、機,若聖人。在周廉溪的想法,聖人是能夠做到成、神、機。 在系詞傳,亦都是這樣說,亦無私也,無為也,直言不動,敢而說通天下之故。 這樣說法好像很圓妙,但其實我們時時都會發生的。 在我們生活之間,我們很多時候會有些突然間的靈感,這些都是屬於神感、神認。 每一個人都有些這樣的能力,只不過我們是沒有察覺到意義。 香港為例,香港裏面有一些人是被認為是激進派,但是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激進呢?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是戒慎恐懼,所以才會激進呢? 不激進的人,會不會是因為他不知道大難臨頭禍之張志呢? 因此他是不激進呢? 我們應該用感覺或用推理去判斷一件事情嗎? 就以香港現時發生的一件事為例。 當我們聽到銅鑼灣書店有老闆和員工五人被失蹤的時候, 我們感覺是怎樣呢? 但是當我們聽到有議員吳亮星說, 他在立法會讀出商界老朋友傳給他的信息, 稱銅鑼灣書店失蹤的五人, 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縮窗嫖妓,被公安逮捕。 我們聽到這位議員的宣讀的時候, 我們又會覺得怎樣呢? 我們的感覺是怎樣呢? 洗頭艇已經停洗了十幾年了, 我們又知道這件事嗎? 我們會不會聽到他說, 說這五人是去嫖妓, 就會對這五人發生反感, 還想一下, 抵抗他吧這樣呢? 至於他是怎樣, 是去到內地的, 我們有沒有再深究呢? 他們是不是真的被綁架, 因為是自願去, 我們都不再想那麼多了, 會不會呢? 在報章也有個評論, 評論是指出, 銅鑼灣書店的老闆李波是很清楚這一次配合調查所涉及的不是小事。 銅鑼灣書店長期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 大量編造虛假內容, 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 造成惡劣影響。 銅鑼灣書店雖開在香港, 但他對國家造成的損失, 卻早已越境進入內地, 李波對此深知透明。 他原本大概很願意借致配合調查低調進行。 被炒作對他本人, 對書店都不是什麼好事。 大家聽到這個評論, 這個是環球時報的評論, 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會不會同意吳亮星所說, 因為這件事未曾調查清楚, 在未曾調查清楚之前, 是不值得立法會開會進行討論。 這一個決定, 大家認為對不對? 如果沒有聽到評論, 也沒有聽到吳亮星說, 那五個人去了大陸縮槍被逮捕。 如果沒有聽到這些消息, 大家又會覺得怎樣呢? 在國際傳媒方面, 就很清楚表明, 十分關注這件事情。 有些人的推理是這樣的, 國家領導人名譽受損, 是會危害國家安全。 書店老闆出賣的書籍, 令到國家領導人的名譽受損。 因此, 書店老闆是危害國家安全。 危害國家安全是不合法。 因此, 書店老闆是應該受到審查的。 大家覺得這個推理合不合理呢? 如果書店老闆所揭露的是事實, 而這個事實是令到國家領導人受損, 而危害國家安全, 是否也是犯法呢? 大家又怎樣判斷呢? 在哪些事情, 要不要做占卜呢? 易的占卜是否迷信呢? 易的占卜其實不是迷信的。 其實是一個神感神應的表現方式。 根據易經的背後原理, 它不是一個迷信, 而是一個神感神應。 這個神感神應不單止是個人的神感神應, 是個人和集體之間的感應。 亦是遲上傳這樣說。 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 吉空生意。 方是指方向, 人心之所向, 物是指人物。 人心所向, 人分成很多組, 很多派別。 他們是以他們的人心所向而分的。 在這個人心所向, 分成各種派別, 各種群組, 這個吉空就生了。 人群的分類, 不是以階級, 也不是以學識, 而是以他的心意所向。 這個心意所向, 就是關乎每一個人的判斷。 中容講, 國家將興必有徵場, 國家將亡必有妖業。 國家將亡必有妖業。 國家將興是有一些仙兆可以看到, 而國家將亡必有妖業。 這個妖業, 就不是那麼容易判斷了。 神與魔所現的相, 都是十分吸引, 十分動人。 所以, 妖業所現出來的相, 亦都是好像神一樣, 這樣被人崇敬。 方以類罪, 物以群分。 這些妖業, 是會聚集到很多人。 我們分得到哪些是妖業, 哪些不是染業, 就可以判斷我們的吉凶。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跟從了一些妖業, 我們當然是凶多吉少。 所以通過逆經的占卜, 可以幫助我們的判斷, 不會走向極端。 減少一意孤行的機會。 通過掛牙的變化去推演事情, 讓我們胡思亂想, 亂共猜測益度, 是更加可靠。 一個傳聞這樣說, 在蔣介石逃亡的時候, 他不知道去哪裡。 他之前是沾了一個掛, 如果他是勝利, 就去一個有村字的地方。 如果他是失敗, 就要去一個有彎字的地方。 後來結果, 蔣介石是去了台灣。 後來結果, 蔣介石是去了台灣。 於是他就感應到去台灣了。 當共產黨在中國興起的時候, 有多少人會視他為妖業呢? 即使在現今的香港, 又有多少人發現到中共對香港的干預, 是將香港帶向惡運呢? 在現今, 香港有多少人是將共產黨視為妖業呢? 因此亦轉講, 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 吉兇生意。 其實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吉兇是由我們的集體意識, 集體偏愛, 或者我們的集體思想的人心所向而形成。 如果我們的人心所向是正確的, 我們就會去吉。 如果我們的人心所向是不正確的, 我們就會去空。 通過我們讀逆經逆轉, 是可以幫助我們轉藝為安。 是改變我們的心態, 並不是決定我們的命運。 我們的命運其實是依靠我們的集體判斷。 如果我們的集體判斷是正確的話, 我們就會走向吉。 如果我們的集體判斷是錯誤的, 有所偏差的, 我們就走向空。 這個亦都可以用佛教的一個詞語, 共業來形容。 大家認爲是不是呢? 以下下來請聽牟先生講論, 為什麽用成體合適前緣, 所體會的道是妙道呢? 神秘。 禪中。 很加三分小萬, 先將進去, 就是中國的心底, 哈哈。 但是中國人言論都不懂, 一年已經將進去。 上來也很簡單, 成為無錢人, 這無錢人, 那以前就繳得好幾錢人, 這樣不一樣呢? 祭德基5千年, 說了好幾千年。 在世間上要多一個人, 他小蠻多了, 山豚更怪, 所以樣影也能發生後期之行,實在有一點漏洞 這個參眾作難中,已經有這個形狀,沒有用口號 才會發生形狀,因為樣影對於這個口號發生之行 你真用符號? 其中一個是,清晰是忠應的觀念 拿著忠祢清晰的觀念來獲釋一傳的參選 雖然獲釋參選這個分析,就造成一個個性,你就可以看出了 但你清晰是無聊天 對於大哉參選,王國術師,你這樣為什麼想參選? 也就相當地要有所謂的原始開始,默契道廟 默契道,全國心裡這個Metalicodeinsights 也相當地所謂的本體 所謂的本體 這個分析,就是通過中國的Metalicodeinsights 都是樣影,不是希拉里 希拉里美學世界家 你看他,他是從一個,以至於到法拉斯 到亞立斯道左右的歐斯 不是這一條路 它們也有Metalistical insight 看那個Metalpical insight 就分析他 一看一看 希拉里17加土一個就是 hari廙 就是 hari廉 hari廉是Metal physical insight 太尼斯認為宇宙的本體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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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本體是encial偷自主人的中國的宇宙 很顯化,潘性感清暑 道這個地方已經很像洋的 这一像样子就牵起来,两条路完成了。 就巴拉鲁一样的时候,它就变成希腊的山洞。 在巴拉鲁有这个道士,变成艾迪。 艾迪不行啊,在下面加上一个嘎。 在巴拉鲁也不叫做嘎。 我等了,嘎了后来,喜伯拉山洞,喜伯拉山洞被宗教山洞在想嘎,可声而发。 中国人从我一个中东的群里,你让全年来了解这个道士, 从中国人的那个国务神,这个你看见从我一个心理的方向, 这一种国务神,这个文化的体制,不可表达。 所以它就很妙。 所以你几乎,它没像这个巴拉鲁一样的处理啊, 这个十一屋。 所以这种啊,所以我们不够去道妙啊, 这个特殊公司要给这个选择了解的, 你就是全世界这样的事,明天就这样的表现了。 我们在中国人参加多年,大家都要, 我们在西家的时间比较重要。 妙节就是说,它闯着, 我一参加的心情将我经历的这个东西。 它当然有了,大家不学习。 所以它们开始默契道妙。 这刀妙的妙子,所以一妙啊, 结果我看的时候, 就是中国人参加最不够一菜的。 所以讲完那个道具。 它妙子,所以一妙的时候, 你以外国的皇佛拉书一地讲, 你就可以看成。 佛拉书那个妙子, 对于说, 表面那个美国人参加的爱恋。 那国一地讲就可以看成。 那个东妙, 这个样子。 你叫它印度,印度一些, 也有它们在它们做一菜。 印度教佛拉乎一地讲。 印度是想印度教, 印度教是佛拉乎一地讲。 佛拉乎一地讲肯定是什么呢? 肯定是什么呢? 肯定是什么? 又是幻间。 cznie。 把宗教湾表räge。 这种类 Hiç象单, 早知道, 对于幻间。 它这里是揚文的名字, 而是佛拉买。 英文就是草 nen。 佛羅門,佛羅門就是佛羅門,佛羅門叫佛羅門就是佛羅門的陰影,佛羅門就是佛羅門的陰影,陰影。 佛羅門,佛羅門就是佛羅門,佛羅門的陰影。佛羅門就是佛羅門的陰影,佛羅門的陰影。 因為我那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他長錯了, 而且他這個惡意,不是特朗朗這麽香氣, 現在我想說難過也不太懂,為什麼我不要想個番呢? 錢是會上家香氣, 那中國人肯定有錢,他就有時候翻錢了, 就是大番了, 那啥呢? 你化弓弓影,这个Brahman相比一样,这也不妙 化八度希腊,化八度那个夜相比一样,这也不妙 这个就是妙,拿着青皮或墙严 我在一起了解人家的道具,总共一世的机会是化我的参与妙 当他说这个话,当他说道妙的,我就提着两个例子 讲一个对比,他说他不妙,你说他不妙的原因在哪里 你们心里了解一下,能想到道妙的想法 为什么他发出来的,要与比较的,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不妙,他会说不妙 为什么他发出来的意思是不妙呢? 为什么可以说,中国人以清去或是前男的道具,他就要了解 所以九点期的这个人了解,所以无套路啊,无情来说 自从他九点期一出来,从墨去道妙也有了解 这种形容我们很难以,很难以说不出 我们不能说,从大厨,将来地啊,从墨去道妙 墨去特道妙以后,什么样,什么样,知道吗? 我们也不能说,一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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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墨去道妙,墨去丹妙,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严重在什么地方,我们能了解一下怎么办? 这个也靠所有数据,没有因素,他没有搞因素 要有一个一家的料理,他那为什么不难? 为什么要给你也不难?为什么清其黄千元,活起了了解那个道具? 什么样?几乎是夏天夜,这种不过的优秀啊,这什么是特兰的优秀? 所以特兰的优秀,有这样的了解吗? 或是,他有这样的优秀,做得更好的优秀 这个要解一下,不得要解一下 你个人比较出来,你对那个东西 当时,试吻的够的看着,这叶标有点 但你把基督说,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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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所以说我们很有意义的给你打个文章 就如那个清啊 你留下哪了解的 就如被清了几位心学清这个分 清本来是我们以强所谋的 你就以清洗不清洗 我们小学也说 在柔和Sincerty 那是一场生活的意义 但是从那个意义里面去 他把它夸大化 心夸大化 就把这个看上是个道具 这是中国的意义 他就要找一个清理的问题 不说的话 你一场清晰不清晰 这个是一场意义 对柔和性的意义 就要梦想的意义 你不要加这些 你不要加那些清晰 你想到那些了解 你不要加那千愿 就想到那些很容易了 你看 八字的爱念有没有这个意思 你定下理解说 为什么这会要那种意义 特别加那些 你把这个关系 你把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又要跟这个事情 我想看一次 日本人 你吃彻底的 我的延段 你吃彻底的 不吃礼底的 他们就回学 这个关系 就是很具体 在下一回我们继续讨论 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